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坐坐坐 你等下你就从上面跳起来 好不好 好 给你准备的惊喜 我们今天在玩碰到南瓜的游戏 你看 我这又当爹又当妈 我带你去看一个超恐怖的 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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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动了不行 啊 小南瓜掉下去了 哎呦呦呦呦 我打开了 外出三个月回来 然后看见老婆把家管 其实就是紧紧有条 然后今天可以带大家来看一下 刚好老婆这两天出差 然后我自己也带娃带了两三天 我觉得学姐做的真不错 这次超迟这么大一个家还是不容易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 就是大家在逛逛我们家三个月以来的变化 具体是什么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也刚回来 我觉得这个家的一切都比较新鲜 然后刚好可以带大家一起来逛逛 我感觉这个客亲 其实我和学姐来的不同 居然还是小时二在这玩的 大家看都是她的这个玩具 我们搬了这个家 之后就立马买了一个大的 因为当时我跟小时二说 我说我们换大房子了 也要给乌龟换一个 乌龟也升级了 龟哥 龟哥感觉住的比我还好 这个地方是武汉的这个内环 就为什么选择住这呢 就是学姐和小时二的学校呢 距离这边只有10分钟 所以就上下班特别方便 对对对 这个钢琴呢也是我在外面 然后学姐 我买的二手买的 这是我们家买的 应该算是第一个大剑 你会弹吗 不会 来我来 学姐到她后期 闭上那个肖邦好吧 学姐为什么想到小时 要学钢琴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 画画音乐啊这种东西 它是一种艺术的熏陶 它会让人心情变好 就是有点像培养她兴趣爱好 没想让她就是 就达到什么很专业的水平 因为我目前不知道 她对什么感兴趣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都会对音乐比较感兴趣 要培养一个这个音乐 还真是不容易 因为她要你父母也要学 学完回来还要陪她练 我爸只能叫她打游戏 一个手鼠标 一个手键盘 别看这家这么大 只有这个小盒 才是你纽约的家 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黑心工厂 我那一跟学姐说 我说你看 你在那边写基金 我在那边写论文 多么像一个黑心工厂 我进来就很想坐下 非常真实啊 今天就学姐回来到 我们也没有收拾 然后就直接看一下 这个桌子也是我走之前没有的 学姐特意为我购置的 学长很喜欢站着办公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需要 一个升降桌 这幅画就是有一次 我去光谷的时候 然后看到有一个人在那画 那他摆的那个画的画 真的特别好看 我就想说我们家没有这样的画 其实还挺有纪念意义的 然后就吃巨资 大家可以猜多少钱 它是按人头算的 你先跟我说 你觉得一个人多少钱 一个人 50 大哥我忘记了 好像是一个人 反正花了200块 然后这幅画 但是其实画的没有那么满意 我觉得他没有画的很好看 那后来那个人说 他说素描就是这样子的 他说如果你画的很美 就不叫素描了 我说好的 那也行吧 那我要开一个美颜的素描 有没有懂素描的告诉我 就是是真的是这样的 我研究的就是叫 学术汉语里面的语言特征 然后这次给大家汇报的 是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研究 所以有的Q3在家里很方便 然后学姐才去做汇报之前 还跟我讲一遍它的PPT 然后这个餐桌好像也是学姐新购置 然后我刚回来的时候 看着下面就跟小麦布一样 摆着各种各样吃的 什么牛奶 面包什么的 后来我想这也有个好处 就是孩子他如果肚子饿了的话 小时候他自己也会吃 他不自己来吃 对 有一天晚上就是我快睡着了 然后他一个人在外面 喝牛奶吃面包 我回来之后呢 我发现在这边吃饭的时候 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然后后来我想了一想去 原来是少了一个投影仪 这样大家吃饭的时候呢 如果想看什么东西的话 就可以大家一起看一下 正好趁着这周双十一呢 我们在家里来实测一下 小米生态的小明Q3和Q3 Pro投影仪 看看它在我们家里到底实用不实用 用下来呢 我感觉小明Q3 Pro呢 它有三大亮点 一是它的这个智能系统 不管你是什么设备呢 你都能这个无线投屏 一键上墙 而且没有这个开屏广告和投屏广告 还可以用语音助手呢 搜索你想看的内容 小明同学 在 播放徐梦环游记 即将为你播放徐梦环游记 第二呢 是它有的这个智能校正技术 以前用别的投影仪呢 最讨厌的是你如果移了位置 就要重新调整它的这个对焦 小明投影仪呢 它随时都可以这个自动对焦 自动校正和智能臂障 还有墙面颜色的这个自适应功能 让画面呢 始终清晰 色彩更加光源 第三呢 是它的这个极致性价比 它相比同级别产品呢 有M1 MC的运动补偿 和小米的米家生态 另外呢 它的这个全封闭定制的这个光机 也可以让它这个不露光 不进灰 性能更稳定 寿命更长 加上联合波士顿生学定制的那个音效 支持度比音效 从21年开始呢 就一直是这个LCD的焦量冠军 有了这个小明Q3 Pro投影仪呢 看电子大胆呢 就会更加的方便 再也不用做低头组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工作嘛 小时候会在这边玩很久 然后我们每次过去之前 我们要先跟他打个招呼 爸爸妈妈等一下要进来啊 是不是 他已经有一点隐私空间 而且他已经有一点 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有一次他在看一个 在我眼里 我觉得很无聊的事情 反正我觉得我已经变成 就是讨厌的大人 我说了一句 我说这什么好看的呀 然后他就说 但是妈妈每个人都有 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瞬间怼着我 我觉得他说很有道理 后来我再也没说过这句话 爸爸妈妈可以进来吗 可以 好 现在就到了小四二的领地 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这个作品吧 你看老婆 这是你做的吗 你看这是我做的花 我画了个我年 然后这个是个用汽车拼的 其实很像真汽车 然后这个呢是个紫荆花 这个是一个拼的一个鳄鱼 就这每一个呢 就是每天晚上呢 我陪小四二一起拼一个这个 然后我这次回来我感觉他还变得挺多的 就是他那个说明书上其中有一些步骤 他只要看一眼他能找到那个零件 然后能把它拼出来 我当时我觉得还是很神奇的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 有些东西可能对于他来说应该会太难了 但是他能自己把它装出来那个零件 对啊 那这条七孔粮长的这条中孔粮 我拼错一步后面都不行 所以他特别仔细拼了 平时我和学姐呢 会在小时候的房间都陪他一起看点东西 然后玩点游戏 而这时候的小明的Q3 Pro投影呢 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这里就到了我和学姐的这个主卧了 这个主卧我可以有多的话说了 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对睡眠的要求呢 其实还挺高的 就是如果有一点光 我都受不了 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不是 大家会看天板很多小星星 这不是小时候的操作 是我的 就是我当天晚上回来呢 然后发现我们家这个墙壁上呢 有非常多的这个高科技的面板 他这边居然还标注了一个什么 2018年的设计奖 但是他这个最大的问题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他晚上 他的光特别特别亮 根本就受不了 我原来看过一个研究 他说一个小孩 他因为他睡觉的房间有那个小夜灯 是他这个古灵的发育 要跟上他这个年龄 因为他说 因为你有这种亮光 褪黑素就会分泌不足了 导致他的古灵就没有那么成熟 那之后呢 我反正特别注意这些东西了 所以我给他配上拼多多三块钱的胶带 彻底来解决这个问题 本来这个地方还挺高级 看着很好看的 学长每天贴着 反正我看着很糟心 但我也没办法 然后就是我们家这个夜景的 这个江灯还真的挺不错 这个化妆桌是你新买的吗 不是 是我跟那个房东说给我加购一个 就不然我就不租你房子 省钱小达人 那房东可能他也是很难找到 合适的租这个房子的人 我跟他说你不买我就不租 他就马上安了一个 我觉得每个女孩子要有一个 这个会方便很多 不然没有地方化妆 给大家看看学姐的衣柜 对老公帮他点 开玩笑 我请收纳师帮他点 给大家展示一下收纳师 为学姐收纳的这个衣服 地区里得看 刚刚那个是冬装嘛 然后这就是秋装 而且过来过来看这个裤子 怎么了 我的裤子没有这么整洁过 哈哈哈 每次后面总是会乱的 我很想买打底裤 结果这么多 还说他没有衣服 给大家看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也不用买衣服了 太多了 这边是夏天的连衣群 还有这个是小十二那天进行装修的这个浴缸 每个人的家里都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我喜欢书房 学长喜欢床 小十二喜欢浴缸 哈哈哈 因为这个浴缸你贴了它很多的鱼 亲手布置的 还有大家别想看那个磁力片 什么 水利撒电 小十二饭吃一半 然后就走了 学长说我出差之前 他能叫动他 还说什么 微言 表演一下你的微言来 哇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就这样招 我还以为有多厉害 不行 幽靈吃小动物 嗯 幽靈吃小动物啊 微言 倒是很微言 这就是你的家庭地位 你信不信我的妈叫过来 我们俩看谁跟你好不好 我取得你重码 educ 做得你看 我们俩看谁 我们俩看理由 我们俩看理由 叫 Wejours看你 你的 Ghost 系统 你知道我们 absurd 对 desp 如果你真的